给个东西赶紧跑吧 算了 已经在跑了 园内有人抽呢 另外一边的话 XCG和向路 在山顶附近 已经开打了 在远处抽一抽 好像是抽把 看起来这两个队伍的距离 后路给断了 他侧身的波太要命 一颗雷非常精准 剩下两个人也在那个平地上面 跑不掉了 这位置太劣势了 刚刚点一个强线 低点一个强线 这怎么打 这没法打了 这波他追他跑 他差势难逃 他站的这个位置 还是稍微大一点 这边怎么会在四房打架呢 撞了呀 不能在这么早的时候吊人 因为他是一个 他HQ他后期队啊 这天路的话转移就吊一个 还没有正面打团呢 房子里面暂时出不去了 外面到处都是人 哇好穷啊 SMS怎么还拿 拿着维克多啊 还好 烤鱼这边打一刀 开到水里面去 烤鱼要进海了 变成 哎呀 差点下海 还是没逃过呀 我看这个太 就是我感觉到他们心态裂开了 真的他裂开了 他现在这个队伍的心态已经裂开 他急了 正是因为感觉到机会很大 才不想错过这些机会 但是他 现在就慢慢跟你玩啊 就是啊 烤鱼的分被开了 好气啊 JFA 水已经冲到脑子里了 三个人倒在外面 真的 真的安全吗 给个烟 给个烟 先 先 就说 那个 是 烤鱼吧 他就从那个房区走的 对吧 嗯 你直接搜去房区 不就完了没 没人 很伤 另外 Pero倒地 哎呦 我这HQ就两个呀 应该是就两个才对 他们那个 当时的那个四房 看 撞完之后 不是人不多吗 怎么有个人在烧烤摊啊 被补掉了 而且还 是的 这把Pero的站位也没看懂 嗯 好 结束了 Messie 又是没拿着分 零分 真的 我觉得他心态裂开了 不然的话 他现在打得究极变形 就这三把 以他的分数 以他吃到的圈 车翻在脸上 兄弟们 你的快递到家了 直接收了 送货上门 Hello Queen 就上来 他刚才在四房 跟TYE打过一波呢 是 同同 你枪还是很稳的 另外一边也开花了 毕竟你是一个伏击嘛 对吧 嗯 CFI是没有什么反应的 当时 完全没有看到 屁股后面有人在抽 有人在抽 哎呦 好像还烧着了 烧起来了 SATA 还好没倒 这倒的话 就剧掉节奏 对 ACG刚才也一直在抽 而且WCG有可能有雷了 哎 伤伤性投措 我还是少了那么一点点 扶起来了 扶在蓝圈 过来 现在杰弗还在吃蓝圈 DDT要过来了 DDT要从 北边往南边去走 他在等 他在等一个小枪和 导人的时机 Pero果然是不太好绕的 他绕到了整个 D 强行突破 过来一臂打 往DDT的脸上去走 那 天鹿做点事 天鹿太远了 他做不了什么事情 而且有人架枪 刚才DDT 也是一直在看的 天鹿现在必须要等待 全面打架的一个气候 哎呦 你可以看DDT 刚才扣的 就一直在看这个方向 车也动不了了 这个半坡一腿的话 很危险 12是发现了一个 摸到自己旁边的敌人 应该是探路的 XCG派了一个KID去探路 结果被12直接放倒 那就没得服 他们选择往南边去走 然后并且想要突破 WCG 这是一个上山位 WCG正好是 被加急了 树叶子挡一挡 树叶子挡一挡 哎 这个左右走位很风骚 是的 在找人 然后想要去 继续地去队 但是没办法 没掩体就是没掩体 是的 漂柔果然是 掉在蓝圈里面 是的 ACG这个时候和WCG 都在把枪口对准了天鹿 天鹿实在进不去了 他脸上其实是有三个队的 因为只是New Happy 他来得太慢了 不然的话 New Happy 其实甚至都有可能 会去掏一手ACG的屁股 顽盆还在蓝圈里面混 然后DD7这个时候 已经是在蓝白之间 被抽得很惨 左羊 右ACG 这把羊 这个位置是一个拿分的位置 但是Atox这里倒地以后 不太好服 TYE看 天鹿一直在赶ACG 越来越往炮楼的方向去靠 Atox倒了的话就服不了了 顽盆在蓝圈里面拿了个六腰的人头 这个时候扣得大呼不好 背后居然还有毒狼 这么远 他都不太好打 ACG发现了背后摸过来的New Happy 有人头的呼唤 ACG的主力已经进入到蓝圈里面了 做一些远点的抽把 其实我观察到是WCG它居然有个人是在New Happy的后面的 是啊 实习这里上山侧面是TMA 旁边还有RBS 羊是脸上打赢了 现在就是完盆还在左上角的毒狼 再看一下近年的实习的战斗 实际的血量都不是很满 RBS摸过来 原先放倒了实习袖 是的 并且补掉 先打下一个队内灵魂 然后继续往前去压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实习的战线分布 小鬼是看屁股的 两个人 小五和素九在顶前面 二打一 击倒鱼人之后把鱼人直接补掉 甜妹有点两个人想往下压的意思 这边打得很僵持 实习的位置被夹击了 他还想抱一手 等会直接进圈就好了 对 素九被蓝圈带倒 素九刚过来帮小鬼 利构斯 打药 可能打不起来了 不好进了 小五弟弟这边也打不起来 没给分 三个人都没有给分 RBS姗姗来吃 他来了以后完全就沾到了实习 可能是要进的那个方向的位置 其实从凑理上来讲的话 RBS这波先到白圈里面 从山顶 同时打甜妹和实习 收益会更高一点 他刚才既然没有选择跟御神 不管怎么样 他是在跟甜妹是好的 你如果说能一击得手拿到分数 左上角最后赢家 你想都想不到居然是完盆 但是也是因为在New Happy的背后 然后送给了蓝圈 蓝圈带走了 品颜大将军成为联赛第五位 达到900淘汰的选手 感受到了 直接秒了 没想到他是先被看到的人 突破了 DT的话前面只有两个人 四个人一起冲 你招架得住吗 而且男人第一时间没有被击倒 普通 要往后撤 认Assad 他甭简直是头也不回 他在往后跑 然后另外他的话 一个人看一个队 打了两个了 天了没这 decl行动 尼紲队哥就应该顶不住了 这是一人抗一队 即通过现在一人抗一队 他甚至还在秒TM 还有机会打 TMA最后一打一了 难道一穿 明明帮他打了一个 主要是看TMA方向的天弟弟 是一个人在看一整队 是的 哇 它穿了 一穿三 一穿三 有一个是明明打的 太猛了 是的 有一个明明打的 一穿三 一穿三 是的 但它进点的压力是扛了四个 对 它等于同时接了两队 这边 NYP正面这个突破能力确实很强 这把感觉说实话 纠继扛压 是的 NYP感觉应该能吃鸡 TYE没怎么动 TYE虽然这把表现很不错 但是这个NYP有点太可怕了 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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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正常情况下 它应该是什么都做不了的 是的 最后也是没有能够影响决赛圈 决赛圈中间是个空头 我估计刚才千万一 这个烤鱼 哎呀 这 难受啊 这么倒的是真憋屈 我跟你说 太憋屈了 有力使不住 嗯 哦 这枪线虽然是有点压制的 但是人数太多了 就还觉得这颗雷差点把周边炸倒 炸 打两个 解保 一丝血锁住 它打两个很关键 二打二了 是的 这个火扔 哇 这个局面突然一下子 有机会啊 二打二对方又把格鲁子 这个 其实TYE的这个枪线 真的给的压力很足很足 是的 去包屁股了 听到脚步 但是脚步有点多 又吃了又吃了一下蓝圈 这里 决赛圈 New Happy 没有饭